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2年11月29日 溥仪和婉容大婚前一天 文秀被接入后宫 封为淑妃 1931年10月22日 文秀和末代皇帝溥仪 正式签订了离婚协议书 溥仪付给文秀五万元生活费 文秀的勇气不是唯一一个其女子 爱心觉罗易筐的四女儿 人称四哥哥 容貌清丽 气质典雅 毕竟后宫妃品美多了 而且也备受慈禧太后的宠爱 经常入关陪伴慈禧太后有完的 然而四哥哥的颜值虽说轻利 但电视剧照差距有些大 毕竟那个时代没有美颜 PS 晚清女子的彩色肖像 只见这位贵妇人眉目清秀 气质婉约 手持一把折扇 尽显端庄典雅 只是这指甲看着诗粉的显眼 这也是身份的一种象征 可见其家境的富裕 1879年 晚清藏族王公贵族的女儿 这位名院的颜值真的很高 虽不是最漂亮的存在 却是最有气质的一位 眉目如画 微微一笑 倾国倾城 三哥哥爱心觉罗 运影作和二哥哥爱心觉罗 运和铜矿的瞬间 两位名院的颜值都非常的高 堪称青皇室最美的典范 运领眉眼弯弯 穿的服饰极为的精致 学生发尽显清纯亮地 她与溥仪一亩同胞 都是在封的迪佛晋瓜尔家时所生 她是溥仪真正意义上的亲妹妹 慈禧太后的大侄女 叶赫纳拉静荣协子 与外国大使夫人同框瞬间 静荣是叶赫纳拉贵乡的长女 后来嫁给小子姐两岁的再泽 再泽婚后被封为镇佛公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规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